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他金融时报报导的时候是把马克罗他反对的理由做了很强而有力的一个叙述 第一个理由是北约的公约里头就说好了 我们的范围其实就是在北大西洋嘛 我们就是在欧洲嘛 为什么我们要跑到那么老远的亚洲去 但我解释他讲的第二个理由更强而有力 他第二个理由是说如果我们跑到了亚洲去 想要试图去管这个台海之间的这个问题的话 那对不起请问一下我们有什么道理去要求中国到中国大陆 不提供武器给俄罗斯 那么马克罗在讲这个话的同时 我们看到昨天欧洲的智库 欧洲外交关系协会 他做了一份民调 全欧洲 所以他的那个base start 因为他每一个国家都要抽到抽样到足够的这一个样本数嘛 他就发现到说如果中美之间他直接讲的是中美开战 所以他不是说有什么代理人战争 不是说如果中国大陆然后跟台湾之间台海发生战争 是直接中美因为台湾开战的话 他问这个时候欧洲应不应该去支持美国 结果62%的欧洲人说no 我们不要 只有23%的人认为应该要支持 而这62%当中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过半 包括波兰 奥地利甚至有75%的民众反对 那我觉得各位要知道这个 这个叫做欧洲外交关系协会 但我觉得他几乎就是美国 美国的代言人 因为呢他在发表 因为他的问题设计的时候 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这个问题设计会不会太偏袒了一点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 一切都是中国大陆邪恶 然后所以呢中美才会开战 即便在这样的引导之下 62%的民众还是说中立 然后第二个是 这研究员在发表这个民调的时候呢 说虽然美国这么支持 乌克兰打这场战争 但是欧洲人呢 居然都不觉得要表达感恩 他们就讲这样的话 好但是我觉得这代表的是欧洲的态度 好但我们平常讲力不重新力力不重新 欧洲呢对亚洲事务啊 不管是力或者是心啊 其实都没有办法 换了他不只是力的问题 欧洲现在欧盟哪有哪哪有能力来插走亚洲事务 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顶多呢像是英国或者像加拿大 加拿大也在北约的范围 他们就是跟着美国的后面呢 胡家胡威一下而已 没错 但是如果真的要以现在欧洲的欧盟的总体实力 要介入亚洲事务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不要说中欧关系呢多么的密切 你根本没有力量这样做 第二个从欧洲的角度来讲 在心理上面 亚洲距离太太远了 这已经不是八国联军的时代了 欧洲欧洲现在的国家 其实大部分的欧洲的文化呈现出来的 都是一种小确性的文化 已经不是那个大航海时代 然后去侵略其他人家 然后来壮大自己 大部分的国家现在在欧洲都小小确 就我们把日子过好就好了 我们自己家门口都还在在打仗 我觉得是英国以外了 对都还在在打仗 所以所以其实对大部分的欧洲国家 欧洲的民众 对于要不要在这么远的地方去去开战了 为了美国而开战 如果表现出迟疑的信号 不只是因为美国的关系 而是亚洲太远 尤其中国现在的image呢 已经放得非常大 他们知道跟中国呢 去牵涉到中国的冲突 欧洲最好不要插手 当然这些都很无聊 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已经 中国就前几天都还都在讲过嘛 就是李上福都已经讲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没有主动的发起过任何一场的战争 中国虽然韩战越战 已经成越战争了 有过一些冲突 可是1979年之后 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海外没有任何的一枪一炮 所以在讨论跟中国的冲突 那个假设的味道太浓厚 纯粹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已 好那现在 我们在我们在看到呢 欧洲的欧洲呢 对亚洲事务的反应 马克龙的这个这个讲话 我们再回头去看 在四月份马克龙到中国的时候 马克龙到中国我们说那次的访问 是很实际的访问 是有实质意义的访问 他不是来来来过个水 来来炒炒个新闻 过过个热闹 并不是马克龙那次的访问 我甚至认为他在广州所表现出来的中法关系 或者对于中国关系 未来的期待比在北京的那个政治场更强烈 那那个时候如果这样讲 他会觉得说啊那个那个 你们不不不不不不不懂法国 可是你现在马克龙现在表态 其实他的战略自主当初在飞机上面 新高材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谈谈过 他在飞机上面哇啦哇啦哇啦 讲的非常非常多 对尤其是台海之间的问题 对结果呢记者说呢 我告诉你他讲更多 但是我都我后来的减掉了大部分 他说我们把送给发发国总统 删掉了大部分百分之八十都删掉了 结果你们看到那百分之二十还觉得很惊悚 我告诉你剩下百分之八十更惊悚啊 现在惊悚的要出现了 后来那个战略自主 就是法国或者是欧洲 不应该卷到中美在亚洲的冲突这件事情 大概以色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表态 那当我们现在看到的看到的 就是说为什么突然间对于呢 北约要不要呢 要不要就是说扩扩张的到亚洲出现中国所谓的亚洲版的北约 那个得从2007年谈起 其实主动并不在北约 虽然美国是北约的头 美国一直在背后的穿针引线 但是表面要除了背后的美国以外 因为对对美国来讲简单 这都我的盟友啊 我把我的盟友串在一起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军军事同盟 美国的意图非常简单 既然日本是我的盟友 韩国是我的盟友北约是我的盟友我到处养养军队如果能够 串在一起那那最好对啊我少养一点军队我省钱省是省事吗 一呼百诺 反正的你们呢都都一起呢就加入同一个队伍里面不用分两队 好但是呢对北约来讲他的态度不一样表面上面其实整个的北约和日本之间的眉来眼去 是从2007年安倍开的开始安倍从二零年那是他第一日任期哦安倍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安倍就已经开始炒作炒作的想要就是让北约的在亚洲有影响力日本想要的加入北约或者跟北约建立的更进一步的关系到2018年安倍的第二任期的时候日本已经在日本现在布鲁赛尔已经设了联络处了对已经有了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是说马克龙反对北约的 北约到到日本设联络联络办公室但是日本已经主动设了这片面2018年就已经设了今年已经第五年了到去年去年我们看到 岸田文雄已经参加北约丰会了韩国也去对那已经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因为去的时候呢韩国的影席乐也上来一起去 所以去年已经到了参加北约丰会你眼看着老实讲马克龙没有讲话以前我认为 我一直觉得北约到日本设设联络处已经是好像是好像是板上钉钉了对我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好好的没有想到马克龙出来当这个杀手剑呢是所以在今年今年四月以前我们都觉得甚至于到五月份五月份我们说的重点呢就是G7的封 丰会嘛法国也来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能理解为什么G7的丰会之后的那个共同是共同生联合声明你会觉得没有重点对你看到马克龙讲话你就知道了前面的敲锣打鼓跟后面的雷声大雨点小刚好形成强烈的反差显然就说的法国现在我我不要说他反美啦但是呢持跟美国不同的意见法国重新回到他的外交跟军事的独立路线的那个味道 在此刻的马克龙表达的非常清楚所以许多人看到马克龙在上四月份到中国访问完之后你看到许多的媒体的评论说戴高乐主义回来了那个戴高乐主义呢你到今天马克龙的讲话那个那个戴高乐主义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北约成立的时候就是戴高乐主义最强大的时候好那这个时候马克龙表达单会说那马克龙表达就有用吗马克龙讲话如果以金融时报来看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北约 的地理空间不应该扩扩大他的标题是说扩张北约的地理范围将会犯大错对这个是金融时报下的标题好那他下的标题是说马克龙是这么说的对那北约不可以吗其实北约的条文里面是不可以的嗯北约的那个约里面啊他有非常清楚的讲到就是北大西洋的两侧如果欧洲或者是北美的一国或者是宿国的某盟友 因为呢被攻击卷到了战争里面视同对所有同盟国的攻击他是有地理范范围的他是有特别强调欧洲跟北美但是因此要到亚洲这个约是必须要修的嗯虽然你说那他又又不是加入北约他只是设联联络处而已这就是妙了就是马克龙难道看不懂吗马克龙知道可是他连设联络处都不愿意对他很清楚的知道呢 这个是一个潘德拉的宝盒我一旦开了之后呢之后呢就挡不住了你就会越来吵得越来越越高所以他连设到东京去设个联络处你才刚从东京回来G7才刚开完我认为在G7也应该讨论过这些事情 其实我不相信这个时候马克龙的表达他在东京在在在这个这个广岛的时候他不可能没有跟岸田文雄谈这些事应该都有谈所以也应该清楚的表达过了好那后面 上面的就他讲的就就是两件事情马克龙从新闻里面第一个 欧洲北约不应该呢介入到台海冲突如果有冲突的时候呢欧洲不应该卷进去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这个时候的把北约呢搬到了亚洲让中国感觉到北约呢来围堵我你到亚洲来干什么 你到亚洲来当然是要为我围堵着中国啊那我还需要去帮你欧洲去调调节什么吗不用了不要说经贸关关系你光是现在乌克兰的问题 大家呢都是翘首盼望中国能不能帮点忙好那他里面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中国最少做到一件事情到现在为止所有公开的讯息都都知道中国没有提供俄罗斯武器不用说公开讯息至少现在德国法国都是相信中国大陆没有提供任何武器给俄罗斯这很简单你战场上没看到吗没错你战场上面你会你会看到爆二你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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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美国提供的武器你都会看到 但是就是没有中国的武器吗就中国没有提供你认为以今天中俄的关系来讲要说服中国不提供俄罗斯武器很容易吗不容易啊 说中国要要面对到俄罗斯的质疑要面对到俄罗斯的这种就我我打仗这么辛苦整个北约三十一个国家在对付我一个你不帮我吗 李尚福的第一次出国都已经到了莫莫斯科了你就想见了李尚福去也在安抚莫斯科可是就是没有给武器马克龙讲讲的对呀你今天如果说你 中国没有在帮俄罗斯的搅混了欧洲的事务结果我们反而要主动的到亚洲人去搅混了亚洲的事务没有道理所以马克龙的那个逻辑是清楚的 嗯那因为北约的投票是共识学何况他是法国对他不是匈牙利哦对他不是他他不是呢捷克或者哪哪一个小国家当然今年的今年的北约开开会会会很麻烦因为今年的北约的峰会在哪里开在立陶宛 气氛可能会有不同但是我认为法国的态度不会改变对好但是呢北约要到东京设办事处这件事情我们以为板上钉钉事情没有想到马克宏林这个都反对 嗯你就可以想象的到他是多么反对北约亚洲化嗯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新加坡的态度啊其实日本自己内部的态度其实都是非常的恐战嗯惊恐战争的没错所以你看到从去年他们时事通讯社啦然后来的共同社啦最近的朝日新闻啦他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在问日本民众基本的态度就是担不担心台湾有事好担心大概八成九成都担心 然后呢但是如果中美因此而开战请注意他们的前提都是美国要先参举参加哦如果美国从头到尾就没参加根本就没有那个前提哦好如果美国参加那日本要不要支援只有你会发现说绝大多数都是反对出兵嗯最多就是提供一些经济制裁嗯外交制裁然后呢或者是呢提供一些后备的这些资源给美军 其实给后备资源给美军都是少数嗯多数其实就是外交制裁经济制裁就口头骂一骂就好嗯这是日本内部的情况岸田文雄想要争取亚洲北越化嗯但是内部的民众可能立场是不太一样的新加坡就有意思嗯因为新加坡的国防部长黄永宏他是主持人马香格丽拉对他对话的时候他是主持人兵務会的时候呢有记者直接问到他就是呢如何看待 日本不断增加军事开支这件事情他说相比于南海嗯他更担心东北亚嗯这个话他他说他自己在南海他说相比于南海我更担心东北亚他说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能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国家嗯但仍然跟各个邻国之间有未解决的敌意嗯 而近期日本军费预算不断增加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碰过日本在军费上花这么多钱的情况嗯这已经他就是已经他就话点到为止了啊你过去没有这么军被扩张过哦我们现在是第一次发现到你军被如此扩大哦嗯所以他后来讲一句话他说改善与中国关系就是日本能够为亚洲所做的最重要的事 所以最近日本啊那种企图心很强把他们军费支出扩大然后军事武力方面的各方扩张然后跟美国一直在那边这边的联合演习那边的联合演习嗯但是新加坡黄永红他等于用几句话就提醒了日本几件事历史上你跟很多国家还是有战争阴影的嗯你的军费支出这么多我们过去是没看过的 第三请你和平嗯你如果不和平的话我们不知道如何看待你嗯我觉得三句话都好重哦因为这次在香格里拉论坛李尚福虽然没有跟奥斯汀见面可是跟日本的房长是见了面是跟跟这个冰田精英呢是是见了面的是那也特别提醒他就是请他不要不要插手台湾事务是好但是我比较在就我们刚讲的是法法国的 立场在马克龙仿宗之后的那个战略自主现在正在快速的落实那法国毕竟是毕竟是北约的第二大武力而且是美国在在北约唯一没有驻军的国家美美国七万的军队在德国可是在法国是一个都都没有啊所以法国的声音对美国来讲会非常的困扰而且刺耳对非常非常刺耳就是就是告诉你就说呢你美国接下去要在北约做任何事情你应该先经过我法国统一 法国不同意你什么都不用做那黄永宏他又是另外的一个故事我我我不知道接到我的我把我我昨天又又又又又做了些梦以后再跟大家慢慢慢慢分享可是这一次的香格里拉论坛我不知道新加坡黄永宏黄秦才或者李显龙他们会不会有觉得他们被美国阴了被美国完了嗯就是美国借着这一次的香格里拉论坛 会开这种的论坛他一定有一个基调如何增加沟通促进和平可是美国这次在香格里拉论坛的调子是倒过来的是来来这边制造毛矛盾的是来挑事好那呃我们我们注意到黄永宏因为李尚福呢比香格里拉论坛早了三天到新加坡是跟黄永宏见面嗯跟黄永宏见面中心之间不管是五月初四月底五月初的军演或者双边的 房长的见面的时候所签下的中心之之间的在防务方面的合作包括了建立保密电话等等中心之间在军事的互信上面其实到了一个新高度过去新加坡在军事上面跟美国是很亲近的大家知道张仪是说跟台湾更亲近对就张仪的张仪的那个那个港港口那个军港有一半是美美国在在使用的可是一个故事呢跟跟呢跟钟云浩 是有关的新加坡非常清楚的知道美美国很遏止美国的rc135呢到到东到这个东南沿海的那一天就是钟云浩从新加坡出发的那一天哦五月二十六号嗯钟云浩呢进到南海的之后去解放军就一路跟着嗯跟着但是都没有动动作一直要到进台湾海峡的时候052D才出来嗯好这个蓝蓝截动作因为是台海第一次就是过去解放军从来没有在台海 拦截过其他任何的不要说船只军舰都没有但是这是第一次而且是在海峡中线以东靠近台湾的地方去拦截空前我看这个军军事意义跟台海的主导权已经彻彻底底的改变这次的拦截非同小小可可是当我在开香格里拉论坛的时候你美国呢确实呢在在南海的在挑事在台海的在在在挑事我我不相信新加坡呢会没有感觉 因此新加坡这一次对日本他不是期许他是近乎警告对因为那些话都非常重对他等于是在用骂美日本的方式敲打美国吗嗯对因为就有点纸纸纸伤骂怀了啦你要你要新加坡直接去骂美国大概是不会啦多半多半你看到了新加坡的包括李显楼每年都还是要想办法去去美国走一走让你知道说其实我还是跟你很好的 可是李显楼这几年的时间呢他去美国每一年所释放出来讯息都是对于中美关系的焦虑那是对日本新加坡的讲话那就没没那么客气了对就是你到底想干嘛你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能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嗯但是我们从来没看过你军费如此增加的情况嗯 你跟敌国之间你跟邻近国家还有些敌意没有消除嗯你现在对从东盟的角度来看他那个话就直接讲说从东盟的角度来看嗯你对亚洲最大的贡献就应该是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对让这个这个是新加坡新加坡很新新加坡代表东盟我们也讲过说这一次黄永宏到到香格里拉路论坛 在他到之前我们就讲就是说跟Ostner见面并不重要中国这次的重点是让东盟国家安心嗯所以黄永宏谈的就是说全球安全倡议里面有一大段的是在谈中国跟东盟的关系同时以中国跟东盟呢如何去处理双边关系作为典范告诉大家就是说国与国之间有矛盾有冲突不可避免但是解决的方式应该是这样这样子让东盟国家听了都知道中国在想些什么 所以不只跟新加坡我说接下去中国还有跟东盟五国的军演知道之前呢还有跟了印尼的军演中国跟东盟国家的军事互动除了跟中国很亲近的老沃拉柬埔寨拉这些国家之之外其他的这些海上东盟现在跟中国在军事互信上面其实提升是非常多的因此他的警告你日本黄永宏不是随口一句他是在一个论坛当中警告你日本 你这样子搞下去当美国的马前竹因为东盟很担心亚洲一打仗的中国跟东东盟的关系就算不回可是整个亚洲经济一旦的受影响的时候东盟会首当其中所以现在他们的态度呢我觉得已经展现出来过去我们都会觉得说东盟呢他们跟中美之间的关系是经济上面他们依赖中国大陆然后在军事上面呢他们高度依赖美国但是我觉得经过了黄永宏这样的 一番的这个谈话之后他可能就在军事上面都有一些些怀疑当然他先从怀疑日本开始那么至于说美国的部分他是没有被点出来的但是问题是现在看到的就是美日很密切的同盟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大的一个结构 一边是欧洲然后一边是东盟就一个欧盟一个东盟当然现在讲的是北约可是我觉得最多这里面只能够代表的是欧盟的态度欧盟的态度不是一个欧盟一个东盟两个盟现在对于美国要拉帮结派然后跟中国大陆对抗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都在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say no这一点就会让我觉得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那一次的总统大选坦白说这个拜登当选了之后欧洲是非常开心的其实就连东协这些国家也都是很开心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哇那个疯狂的川普终于送走了 我们终于送来了迎来了一个正常的美国总统拜登可是我觉得经过了三年多没有差异心不但没有差异心我觉得他们反而对于拜登所做的联盟的态度反而是更加的退却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讲另外一个字典中东刚讲的是欧盟一个是一个是亚洲当中的东盟那东盟现在以反对日本的方式然后来反对美国要把亚洲 北约化另外一个支点其实是中东中东在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就是让美国最吃鳖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两天我们都看到布林肯访问沙兽地阿拉伯了这也是布林肯上任之后第一次访问沙兽地阿拉伯看起来就是大家都敲锣打鼓的说布林肯来了布林肯来了他要去改善跟沙兽地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拉住沙兽地尽量让他不要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这么样的密切 可是沙兽地阿拉伯也很故意安排了在布林肯下飞机的这一天举行了伊朗驻沙兽地阿拉伯的大使馆的开启仪式 而且是非常的盛大的豪华的 他其实就该邀布林肯参加参加这个大使馆的启用仪式 那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是把伊朗列为敌人当然当然这动作太故意了 我们讲他他对李尚福的制裁呢就是制裁反制裁制裁外国法里面的三个敌敌国呢就是俄罗斯朝鲜跟伊朗 好所以呢美国对伊朗态度是很清楚的 因为刚刚发凤卿前一段前段讲就北约呢跟北约就欧盟跟东盟 这个这个对比是很简单的就是从东盟的角度来讲 一场俄乌战战把欧盟给毁了 一场台海战争一定把东盟毁 所以从东盟的角度来讲看欧盟就知道 因为东盟的东盟未来的发展的轨迹他是一直看着欧盟的 他是一直看欧盟有哪些可以可以学的 所以欧盟今天的遭遇东盟国家尤其新加坡呢一定会念资在资 好那有关于沙鲁地美国跟沙鲁地的关系呢是上个世纪国际政治的非常重要的一组的关系 因为他不是不只是美国对于中东而是美国掌控的能源 好那能源是他的底层当这个能源的结构转变之后 美国跟沙鲁地的关系不可能不改变 就是我们没有这么亲近亲近了嘛 相互的需求没有没有这么高了 虽然那种关系的转变也不会是一天一夜的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他也不会一天就就晃 但是过去我们分析过美国的美国的全球全球战略 他作为一个是一个一个世界霸权 他的全球战略所有的设计跟思考都是以一个全球霸权 但是呢身处美洲两阳大国如何呢让整个的欧亚路快 处在一个他可控的状态 因此除了挑拨离间之外 他需要有三个战略支点 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桌面 这个在过去我们在在分分析 Mir Shimmer他在他的那个 Mir Shimmer这个是美国的美国的现实主义呢 基本上面呢大家能够共识 北约OK以及的美日安保 另外一个呢就是美沙关关系 就跟中东的关系 这三个支点只要任何一个出问题 你那个桌面就就不稳 随时就会垮 何况今天我们在讲的是 三个支这支角都出问题 真的耶真的耶 就不管是法国的北约 欧洲东南亚亚洲 然后呢以及中东 是好那中东的这一块呢 我们我们怎么去解读 就是因为去年 去年当拜登去我们都已经看看到了嘛 就是当当第一个直接的影响的沙拉曼上上来了 沙拉曼上了他很年轻啊 你他他如果活到他爸爸这年纪的话 他还有只他只剩四五十年 四五十年对美美国来讲 那真是太可怕了 一个一个中东最大国 产油大国 而且跟美国的关系 跟他爸爸那个那个世代完全不一样 的一个新世代上来了 那因为你你过去对他不友好啊 你你过去呢 反正把他当筷子手啊 那甚至于呢 把很多的很多的这些 这些呢 对对他的这些的涂抹 故事的真假我们不管 我们纯粹从关系上面来讲 沙拉曼对美国的不信任 会有反美的情绪那也合理 好第二个就是说 在今年的三月 当中国当中国有效的调解了 沙特跟伊朗的关关系 连基辛吉兜都讲话说 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就是那个呢 是有实质的地缘政治意涵 当这个调解发生了之后 中东就出现剧烈的变化 两个变化就是 美国过去在操作中中东 他只有一个法法宝 除了以色列当他的看门狗之外 他就是挑拨阿拉伯世界 对让阿拉伯世界 从中东到北非 要不然呢 你你你不听话 我就搞颜色革命 对你听话的时候呢 就算是你是杀沙特 是最保守 最最最最最封建的 我也不会动你 好那美国就这样子操作的 因此整个的杀阿拉伯世界的 二十二个国家 其实是不团结的 可是当下的阿拉伯世界在个空前团结的状态 你看到那个两两之间的对立都都没有了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叙利亚然后跟阿拉伯联盟或者是叶门的内在那当然就在阿拉伯世界之外的波斯的这个伊朗跟这个同样是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世界彼此之间现在都在相互的建立正常关系速度非常快耶所以这就能就很难搞对美国来讲 他在他在中东我认为他中东谈不上经营了他在中东的就只是一种的一种的殖民模式就是控制中的中东我卖你武器而且我旁边的有以色列以色列只会听我的话那如果你们不不想让以色列修理的话呢你就跟我好一点其实那个逻辑大概就就是这样而且呢我我不在里面搞政变不搞颜色革命你乖乖的呢就去听我的油呢卖我便宜一点而且只能够用用美元可是这些过过去的美国的 美国跟整个中东的这些的设定每个设计设定现在都改变了嗯那些设定全全跑掉了所以他到了一个reside的时候嗯那中国进进场的让让中东国国家当然当然觉得有后靠所以我们看到中东现在第一个往中国看资资资资资金的在往香港看在军事安全上面来讲的去年的珠海航空展你看到了就是呢这些的中中国国家成为最大的埋主这些的都是重要的讯号 去年当拜登呢拜登到用沿着脸来见了这个杀杀杀人凶手呢萨勒曼的时候两个人拳头碰拳头你你看到习习近平去的时候的那个热度吗那种热度就是非常不一样那个是骗不了人的其实今年以来的速度非常的快因为沙尔地阿拉伯呢在3月10号跟伊朗之间呢就是宣布说他们要恢复正常关系之后呢3月底他们就内阁通过沙尔地阿拉伯要 加入上合组织然后成为先从这个这个这个观观察员开始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成为正式的成员然后上个月底呢他们已经在跟新开发银行也就是所谓的金砖银行在谈他要加入金砖银行不管是上合组织或者是金砖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主导的那个影子所以沙尔地阿拉伯其实对于加入中国所主导的国际组织极为积极 阿拉伯世界现在的空前团结让我蛮感动的就是我我一直说就是就是佛佛家的记忆千年暗示一灯几米 那个黑黑房子一盏灯打开了之后就就就就亮了以前以前我说在在今年3月以前啊 那我对我对中东对阿拉伯世界我不能说什么多多了解可是你讲到中东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复杂难解 对就是你就觉得你就觉得十叶派跟逊尼派的怎么可能解恩怨是没有办法解除的怎么可能解他居然一系解除了巴勒斯坦的问题怎么解呢 对然后逊尼亚的问题怎么解呢叶门的内战打了这么多年也就停了对那就我说光是阿拉伯世界就难解何况阿拉伯世界呢跟伊朗的关系更难解所以就觉得复杂难解我们只能够佩服美国在在这地方当根的脚脚屎棍呢 非常的成功让了两两不合呢几乎呢千年世仇可是没想到三月之后的整个的情况完全的改变 不只是阿拉伯世界空前团结这次布林肯到 沙特就做两件事吗第一个我减产 那个基本上面就是存存心修修修修理你就是跟去年是一样的去年呢当你当你拜登来来了之后呢我继续的减减产拜登当然火啊 所以整个的美国的媒体当拜登回去的时候都在嘲笑拜登连川普都在吵着嘲笑拜吧拜登这个大家都听到了 这次布林肯来还是一样你来的时候我剪彩然后伊朗举行大使馆的一样大使馆我正在挑挑不到好日子哎这个 今天的布林肯来了今天是好日子那我们就挑今天吧就像的康达呢去去去北京的挑六月四号一样好日子他都觉得你故意挑的是吧 好所以呢这次的这次布林肯呢到沙特 虽然美国必然的他一定要去缓和跟中东国家的关系因为他的战略支支点他在那个地方的巴林啊卡达这些小国家因为很小美国是给你来 捏在手上的他还有第五舰队在那个地方啊他还是中东在地的很大的力量 他跟沙特跟跟约旦这些国国家跟跟这个阿联酋 在军事武器上面的这这种的连联通性都是无可无可替代的可是态度上面已经变了所以不管是 只要简单讲只要民主党还在拜登还在 布林肯还在 你跟中东国家关系没有改善的机会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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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